平时生活中,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到某个孩子的时候,就知道是谁家的孩子。其实孩子的长相,大部分都是基因决定的。对于明星来说也一样。 最看不惯有些网友了,长得漂亮了说别人整容了,长得丑了又是对不起观众了,所以小编总结检验明星整眉整容的最好方式就是看其父母亲的相貌。 无尊和父亲跟包兄简直是神似呀,他们这一家的颜值真是高。 向左的父亲是香港呼风唤雨的娱乐大佬向华强,不过向左进入娱乐圈后却为人低调,没什么是非,作为大佬的儿子,从这一点来看就比某些星二代强了太多。 当年伤心的雪梨带着儿女远走加拿大,独自抚养子女长大,如今雪梨瘦了很多,不过一对儿女已经长大,女儿美艳儿子帅气。 不过儿子徐伟动,长相像挟了父亲徐沙强,不知道雪梨看到儿子的相貌会不会常常勾起伤心事呢? 正少秋的父亲年轻时颜值真是没得说,怪不得秋冠会这么帅呢? 范冰冰之前和爸爸一起亮相某晚会,两人一起携手唱歌,父女俩确实有些神似的地方,不过范冰冰的爸爸看上去也太年轻了一些吧? 秋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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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跟和妈妈的合照才发现,原来综艺小王爷王祖兰这种充满喜感的脸是得到了妈妈的真传呀! 汪涵和儿子木暮,那眼睛跟脸型,真是神似! 还有林永健和儿子林大俊也是长得一模一样! 赵文卓的基因让人不得不服!夫妻俩越来越有夫妻相不说,俩孩子的长相简直是复制粘贴,这炯炯有神的小眼睛也是没谁了!